机场是天地之道 国家之门 它是空中路线的起点和终点 管理着机场的集团公司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情况下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机场集团 例如江苏省就有自己的机场集团 及东部机场集团 那么东部机场集团又管理几个机场了 在全国的机场集团之中 谁又是最强的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 视频开始时 提醒一下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 极方便浏览往期视频 又可以接收新的消息 东部机场集团成立于1997年 目前管理着七家机场 第一个南京路口机场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是4F级机场 它是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门户 也是国家主要盖线机场 它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节能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于1997年7月1日正式通航 它有两条3600米跑道 两座航站楼 口机楼建筑面积42.5万平方米 基屏面积近110万平方米 规模居华东第二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超过2000万人次 第二个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是4亿级民用国际机场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虽宁县双沟镇 它是徐州都市圈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机场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于1997年11月8日正式建成通航 该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共5.8万平方米 共有一条跑道 跑道长度为3400米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约为300万人次左右 第三个 长州奔牛国际机场 长州奔牛国际机场是4亿级军民合用运输机场 它位于中国长州市新北区和镇江市丹阳市交界中 长州奔牛国际机场于1986年3月15日正式建成开通民航业务 长州奔牛国际机场拥有一座航站楼共3.8万平方米 共有一条跑道 跑道长度为3400米 可保障年旅客吞吐量490万人次 或有吞吐量20万吨 第四个 淮安连水国际机场 淮安连水国际机场是四地级国际支县机场 它位于淮安市连水县陈世街道 2010年9月26日 淮安连水机场正式通航 淮安连水国际机场航站楼面积1.77万平米 民航站平共有22个机位 其中两个为货机位 跑道长2800米 宽45米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00万人次 或有吞吐量1.3万吨的使用需求 第五个 延城南阳国际机场 延城南阳国际机场是4C级军民合用国际支县机场 它位于延城市庭湖区南阳镇 1959年8月 延城机场建成通航 实为空军军用机场 1960年1月15日 延城机场首次开通民航业务 延城南阳国际机场有二座航站楼 跑道长2800米 宽50米 延城南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约为170万人次左右 火油吞吐量约1.4万吨 飞机起降约1.9万架次 第六个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是4亿级民用运输机场 是由扬州 泰州两市共同投资和建的民用机场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于2012年5月8日正式建成通航 它拥有一座航站楼共3.13万平公里 共有一条跑道 跑道长度为3200米 2020年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237.16万人次 第七个 连云港白塔部机场 连云港白塔部机场是四地级军民合用国际机场 是江苏省地级市中第一个 中国沿海地区第八个开通民航的机场 它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白塔部镇 连云港白塔部机场始建于1956年 1985年3月26日开通民用航线 连云港白塔部机场拥有两座后机楼共1.2万平公里 共一条跑道和一条连络道 跑道长度为2800米 宽50米 连络道长度为2600米 宽23米 连云港白塔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约为192万人次 以上就是东部机场集团管理的江苏省内的七个机场 那么全国最大的机场集团又是哪个呢 它就是首都机场集团 首都机场集团管理着北京 天津 河北 江西 吉林 内蒙古 黑龙江等七个省市自治区53个甘志机场 首都机场集团所属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2亿人次 或有吞吐量超过200万吨 飞机起降超过150万架次 好了以上 就是本期视频内容